拱手作一打招呼 总统蔡英文丝毫接见远道而来的欧洲议会代表团 不只是欧洲议会首次派遣官方代表团 还传达一项重要讯息 欧洲议会此次访台不只要用行动力挺 还聚焦如何对抗假讯息 将台湾视为长期对抗假讯息的重要基地 希望从台湾学习宝贵经验 总统蔡英文也期待可以建立对抗假讯息的民主联盟 我们期待可以建立对抗假讯息的民主联盟 持续的加强与更多的国家的交流 那么包括澳洲也成为了正式的合作伙伴 我们一起强化国际执法合作 共同打击网络犯罪 并且防范假讯息的危害 外交部长吴钊谢刚刚结束访欧行程 欧洲议会又在上个月以83%的支持率 通过台欧盟政治关系报告 友好关系持续深化 格鲁克斯曼也表示 希望未来可以在最高层级 进行更多台欧会面交流 台欧互动外界关注 接下来欧洲议会代表团 周五将访问立法院 救假讯息议题深度交流 新唐人雅开电视 林玉堂 周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周永如 中文字幕志愿者 周永如